來到1718年,觀衆MOK的PAPER2第八條 這裡就講一開始就有800個學生,在去年 那我們就馬上去挫去年B加G就是800 當然啦,B和G就是分別是去年男學生和女學生的數目 接著去到今年,他就有些變化了 今年男學生的數目增加了10%,女學生就增加了5% 即是說新一年學生的數目 新學年,new school year 就會變成1.1B,再加0.95G 而他就說percentage change就是4% 有個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percentage change就是4% 這裡你可以假設證數 因為雖然4%沒有證負,沒有證負就當證的 但如果你自己回答percentage change 記得就算算到證數也寫證好了 那現在呢 就即是說呢 800 去年是800 800就會成1.04 就會等於新學生的數目 所以我們就會有兩條式出現 一式和二式 好,那我們就會按一下 那個program 我先把program 找出來 program1 然後y對1 1,1-800 然後1.1 0.95 -800x1.04 那按到呢 就是 Using program1 那我就計到呢 B是480 G是320 那現在人家就說要找 Number of girls Last year 那which is呢 是320 所以答案是A